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遵抓实干 团结奋进的大会 汇聚了正能量 提振了精气神 我们要聚焦重点任务 以高质量建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需要广纳群演 广集众志 广谋良策 人民政协要紧扣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 深入协商议政 积极建言献策 要重调研 停调研 善调研 掌握第一手资料 听取第一线声音 增强建言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为科学决策 有效施策 提供有益参考 各位委员 同志们 出心如盘 使命如炬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把实干责任 担当 书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请全体起立 唱国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雨昕 现在我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